今天等於是第六次上課 下個禮拜是清明節掃墓 所以在下個禮拜 在一週、兩週、三週就其中兩週了 所以理論上我們就要有其中的評量 基本評量的範圍就是這個範圍 我們上課了 希望你可以把這個題目做熟 也盡可能我們做過的部分 盡量可以不思索 可以把答案做出來 那當然是最好的 所以前面的第一類跟第二類 其實主要當然就是學會這些 至少函數使用沒問題 也會設定一些格式 第二類的話當然就是把資料做一些編修 還有列印的部分 那列印其實我覺得 至少你要會我們上個禮拜 像那個有提到有一個叫做標題列的東西 標題列就是上面那個只要換到下一頁 你不要說欄位名稱不見 至少要知道有可以換一頁的時候 上面的東西 欄位名稱還要存在 這個是前面講過的 所以這個都是 但是未來你們在職場上一定會遇到相關的那些鬧會 那今天的話呢 原則上我們繼續下來看那個208題 208 OK 這一題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的一個 它的題目的說明吧 它每一題上面都有一個假設性的需求 那這個假設性需求的話 它這個題目的話是希望我們舉辦一個層次設計的比賽 這個應該蠻很久以前 然後呢 它記錄 就是用Excel來記錄什麼呢 就是選手的成績跟排名 也就是利用Excel來做這些事情 然後由於個體滿分是10分 必須將它滿分變成100分 然後再進行平均排名 然後呢 最後只顯示前50名的名詞 大概是這樣的需求 OK 那其實工作上很多啦 你會發現Excel這個程式基本上就是 各行業基本上都會 只要你要做一些記錄啦 或者做一些計算 做一些統計分析 基本上都會有Excel Excel理論上應該算是目前來說 使用最廣泛的一個軟體 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這樣講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根據題目的要求 我來完成幾件事 第一個的話 它說 設計項目 我們先把那個題目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找到有一個工作表 所以以後知道什麼叫工作表 就是叫Schoollist 然後找到儲存格 OK 所以以後呢 你們可能要慢慢知道 在Excel裡面的一些專有名詞 比如說一個工作表 以後你不要說一個什麼 一個頁面嗎 你就直接比較精確的工作表 然後呢 儲存格的話呢 通常如果是連續的話 一定是範圍 有沒有 那一個的話就儲存格 儲存格範圍的話 基本上就是 12到K311 所以是1藍到K藍 然後呢 它要將每一個儲存格的數值 全部都除以10 OK 全部除以10 然後最後做平均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個題目打開 然後再看一下 那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把那個 題目部分 把它打開 網友把它解出來 然後找到那個208題 就是這一題 這邊有個 有個練習的圖檔 打開的時候記得啦 它預設好像是用那個免費的這個 不知道什麼 Liver Office 不過 不用這個開 這個開裡面差不多是Excel 開起來好像感覺有點類似 但不是 這個的話 我看一下這個是哪一套 這一套是免費的 OK 那我們就不用這一套 學校現在也裝這一套 按右鍵把它開啟 用Excel來開 那這個題目部分的話就是 Scope Blitzer 它說要把12到K 所以其實你可以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那這個範圍呢基本上 就是 所有 它指的這個範圍 是不是到K的31 應該是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列 OK 然後它要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全部都乘以10 所以要怎麼樣把它全部乘以10 這個第一個啦 當然不是叫你做花蓮 你說怎麼全部都乘以10 OK 那第二個的話 它希望怎麼樣 再把這個溫做一個什麼呢 平均 平均的話就是 Average 然後加一個Round Round的話是45 設入 然後計算什麼 Scope 1到Scope 7 欄位的平均成績 然後數值需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並將格式設定以小數點的第二位 呈現 所以 前面的部分是用Round 這個 就是數值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這個用Round Round的0.2 然後這個的話 就設定到第二位的部分 其他用Round Round.eq這個函數 把它做一個排名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再來的話 我們根據剛剛題目提到的 第一個就是要把這些全部都 讓它乘以10 你會發現這邊已經全部乘以10 把它back一下 那如果假設你希望 第一個 讓這些數字 比如說7.7 變成直接乘以10 那很簡單 你不要傻傻的 直接在這邊輸入一個10 然後你說這個結果 把這個乘這個的結果 再填回去 不用了 其實跟各位講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在旁邊打個10 哪個儲存格都可以 比如說你在N2的地方 然後你把它Ctrl C C就是複製啦 或者按優件複製也可以 複製它 複製之後的話 再來選這個範圍把它貼上 但是不是直接Ctrl B 而是選擇性貼 所以 先打一個10 然後複製之後 再選1 2 Ctrl C向右向下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之後 然後你就直接把它貼 不是Ctrl B 是按右鍵 找到選擇性貼上的選擇性貼上 這個時候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選擇性貼上裡面 就會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選項 你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應該用哪個 運算 這邊不是有一個什麼 乘 意思就是把這個貼上去的時候 同時幫我相乘 所以這個乘這個 所以貼貼每個都把它全部乘以10 然後另外的話 貼上的資料只有值 只有值 也就是只有最單純的東西 不要其他東西 哪怕裡面有格式都不要 只有值 我剛剛確定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所有的資料 通通被乘以10 那你說老師 他這邊的話 好像有一些 不是數字 他怎麼辦 沒關係 他不是數字 他就不影響 數字才會影響 OK 這個地方我覺得 還蠻人性化的 就把它delete掉 這樣就完成了 OK 第一步 就 做完了 OK 所以第一個 將這個範圍全部乘以10 你說老師他有沒有別的方法 其實也有啦 但比較麻煩 可能就是在旁邊 再計算一次 再把它用 有點像上個禮拜那一題 再選擇性貼上 全部乘以10再貼回來 但是好像沒這個很快 OK 這個目前應該是最快的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比較笨的方法是說 你可能在這邊 輸入一個10 然後 先把它Ctrl 自己 要復原一下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把這些 就是直接加一個公式 等於這個 乘上這一個 然後因為這個位置要固定 這個 乘加一個群號 乘以這一個 這個位置要固定的話 你就把它 在 N2的地方 按F4 前後加前的符號 固定住 然後按確定 77 那應該有幾個 1234567 所以你可能要向右7個 1234567 然後再把它向下 拉到底 然後再把它選擇性貼 貼過去 這樣也是可以啦 可是好像沒有剛剛那個聰明 OK 所以 剛剛的方法 比較推薦 就是你先打個10 對不對 然後 C 再把這個範圍 Ctrl 需要向右 向下 然後按右鍵 選擇性貼上 再選擇性貼上 乘號 值 這樣應該是最快的 最後再把這個 Delete的料 所以其實你要學的應該是學那個 比較快有效率的方式 這個我想是一個還蠻好的技巧 那第二個就是在平均 Average的欄位 計算什麼呢 計算平均 裡面可能會用到這兩個函數 所以第一個當然先平均 再Average 平均 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OK 然後格式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是計算 這個是表面的格式 我們來看一下 Average在這裡 然後怎麼平均 最簡單的方法 上面這邊有一個平均 其實 你從這邊 找到平均值 或者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Average 其實都可以啦 裡面都一樣 一樣會是Average 來看一下範圍是不是1到K 1到K沒錯 打勾一下 這平均 但是呢 他要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小數點的第二位怎麼做呢 你接下來你可以在這邊 前面再打個Round ROUND 我把它放在等號後面 打一個RO 大概打一個RO 再看到ROUND 點兩下 ROUND需要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就是 你要做 四捨五六的一個數字 逗點的話 後面就加上 你要取得 是小數點的第幾位 第二位 出入二位就可以了 後刮戶一下 這樣的話呢 他就幫我計算到小數點的第二位打勾 然後向下填碼 如果你說ROUND為什麼他現在只有第一位 因為最後還要多做一件事 就是你要再增加小數點 有沒有 這邊有減少跟增加 兩個方法 一個是按上面這邊增加 我比較習慣用增加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是按滑鼠右鍵 然後儲存個格式 這邊的話呢就會有一個什麼 你要數值的地方 取到小數點 兩位數這邊也可以 OK 那我拿一個快 好像這邊比較快 所以乾脆用這邊比較快 按一下 增加 有沒有 如果三位的話 就再按一下 我們現在兩位 不要太多 OK 這樣兩位 就OK了 所以 慢慢的習慣 以後你如果這個工具熟悉的話 其實還蠻好用的 你要算很多東西 感覺好像都會 很順暢 然後很溪於流水 然後人家 哇你真的很厲害 你是用得這麼熟練 絕對不會卡卡的 再來的話呢 我們這個做完之後 這個OK了 Round 這個指的是Round 這個指的是 剛剛就是增加小數點位數 然後呢 再來就是排名 到底 哪一個排名是比較前面的 實際上是針對這個成績 也就是它的平均 到底誰最高分 排第一名 這個88應該是蠻高的 但不是用眼睛看 不然眼睛排名 太累了 所以你可以用Round的方式 當然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游標放在Average上面 然後資料裡面有個排序 你可以递到A 递到A 什麼意思呢 就是把Average這個 這個欄位 把它按照 數字 大的排前面 表示它最高分 那這個時候 你如果要排序的話 你可以這邊輸入1 有沒有 然後這邊輸入2 那個名字 把這兩個選起來 向下填滿 它排名一樣排得出來 不過它有個缺點 變成你最後還要再把 它的編號 重新在A到D 這樣就排完了 這個也是個方法 可是這個方法有個缺點 就是說 你變成要排序兩次 然後呢 你還要再輸入 名次 你如果覺得不OK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 其實題目不是要叫你這樣做 所以將來如果你Round的不會做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方法也不差 但是好像沒有那麼厲害的感覺 比較厲害的感覺是用什麼 這個把它Delete掉 游標放這邊 插入一個函數 叫做 Rank.eq 那個在哪裡呢 在那個 統計裡面 找到一個叫 Rank.eq R開頭了 底下 統計喔 記得是記一下 如果你不記得是在統計的話 你找全部也可以 全部也是可以 只是全部的話 你要從頭找 一直往下找到R 太累了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 你打個R 也可以拿 R 然後往下找 R就跳了 就不用一直在那邊往下拉 太慢了 你打個R 他就跳到R的地方 或甚至你更厲害一點 你可以直接打 R A就可以了 快速喔 不能中斷 R A 直接跳到 或者 R A N 要連續喔 他就跳到R A N 不過理論上打個R 應該就可以了 R A N K.eq 按確定 然後呢 他會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他的平均是多少 第二個問題是說 他 全部人的平均範圍 全部人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從L2 再到底下 Ctrl Shift向下 就是把這個範圍 全部都選起來 這個人的成績 在這個REF 參考範圍之內 他排第幾名就出現 190名 不過呢 你按確定之後 會有個問題 因為待會我們公司會向下填滿 所以理論上 這個範圍部分 不能因為向下填滿 而自動增加 他的列號 所以記得在 L2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在L331的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有沒有 這樣把它鎖起來 不然你向下填滿 他範圍會一直往下 那就錯了 OK 記得喔 做完就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也排完了 你看裡面這樣沒錯啦 這個88分才15名 那第1名的話應該是90幾分 剛剛有看到以為是90幾分 OK 所以這個是第7 這個第5 他分數應該沒錯 他越來越 等於是分數高的話 他民視 反而是少的 OK 再來的話 這個做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 Rank.EQ OK 最後的話 就是再做一個動作 把那個名刺裡面 是小於 等於 50 的留下來 那如果名刺 假設說 他是51名以後的 那就不要顯示出來 所以他不是叫你用把它刪掉 不是說delese掉 他這個大語的把它 是不要顯示 所以他題目好像有講說 請你用什麼方式 他好像有特別要求 你要用什麼方式 要用 自訂格式的方式 所以特別注意 他不是說叫你自動把它刪掉 而是要用自訂格式 也就是說 你要自己產生一個公式 讓他把 這個小於等於 這個小於等於50 得到他不顯示 不是叫你刪掉 所以 這邊 第一件是 請你 游標放在這上面 然後把它選起來 Ctrl數的向下 接下來的話 右鍵 塗存個格式 然後選擇 制定 你要在這邊打個公式 那個公式的話就是 他只要是 條件如果是小於 等於50的話 那就顯示 反之 就是不顯示 所以 這一題應該最難的地方 就是打這個公式 他其實這個公式的規則 又跟Excel本身的公式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公式的話 記得 如果是一個中瓜胡 然後 小於等於50 這個是一個條件 記得條件是中瓜胡 那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就輸入 他原來裡面的那個 名次 那個名次怎麼表示 輸入一個0就可以了 0的話就是他裡面的那個名次 小於等於的話 那反之 反之就加個分號 分號的意思就是說 後面的東西就是 如果他是大於50的話 你要做什麼 我要希望他不要出現 那不要出現很簡單 後面什麼事都不要加 你不要沒事加兩個雙以後 雙以後的話 等於多餘啦 不用 不用加 好 這個公式應該做出來 我試試看 如果 他是 小於 等於50的話 那就把他原來的名次留下來 反之 就是 不要顯示 所以這個結果應該是得到什麼 就是 他的名字在1到50才會出現 反之就不出現 看一下 馬上有沒有看到 他名字 只要是小於等於50 包含50才會出現 其他就不出現 OK 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按右鍵喔 記得選起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觀看